嘿嘿 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 印加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印加人 印加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所有軍事單位的食物消耗減免是非常多的 但是在12月的改版裡 他的食物消耗減免有稍微被下修一點點 即使下修還是會成為他的主力 因為他的食物消耗減免非常的多 不管是要出戰毛兵老鷹槍隊長投石手 都可以吃到這個減免 這些單位也是印加人的主力 印加人後期也可以轉出強弩作為應對 整體來說他的步兵跟弓兵系的科技 都是非常完整 可以面對大部分的情況 印加人後期沒有火炮跟火槍 這一點可能會稍微需要注意 但沒有火槍的話也可以使用投石手取代 所以步兵戰來說對印加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只有工程器的部分需要用自己的老鷹去解會比較好解一些 或是自己也轉出鐘頭之類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生時代的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不管是要撐封建城堡或帝王 這個時間是省掉了非常多 那這個效果呢 讓他省下來的時間可以讓他端幾隻村民 成為他的經濟優勢 那他在海戰的部分呢 還有這個三倍漁網可以使用 所以馬來人整體來說 不管是海戰或陸戰 都是不會太弱的問題 那後期來說的話 他還有這個六折大象可以使用 那步兵單位的話 則是有免費的步兵鎧甲會自動升級 到定用時代 馬上就有三級的步兵板腳 轉出來的擊兵或是劍兵勇士 他沒有劍兵 他只有雙手劍兵 還有這個槍兵 都是非常強力的 那馬來人還有一個獨特科技 這個金罐技術 強制增兵呢 是可以讓這個劍兵器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生產 只需要耗費額外的肉量 就可以大量的用雙手劍兵 海淹過去了 而且這個效果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是不需要升級步兵鎧甲的 所以只要升級攻擊力之後 雙手劍兵跟金罐點下 就可以遠遠不決 不耗費黃金 永遠黃金並著傷害的步兵 進行攻擊敵人 馬來人後期呢 也可以打出這個強弩 也有拇指環 所以攻兵步兵 騎兵方面都還算OK 但是他的大象呢 雖然是六者 但是沒有這個二級馬鎧 甚至三級也沒有 品種也沒有 所以他的大象來說 也是相國裡面最弱的相國 但是他有一端邪術 這也是唯一有相國裡面的文明 有一端邪術的文明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我們先看到 我突然發現這是天空熊 天空熊對上 EAA003 我記得這位003玩家 是中國玩家 我們這邊是台灣 剛好是一個中台大戰 馬來人呢 他這邊打硬家 我這邊分析的感覺是 硬家還是有優勢一點 因為硬家的食物消耗解免 可以爆出大量的兵 那馬來人來說打硬家 可能有點算是55開 或是可能會有點46開的感覺 畢竟硬家人 是讓很多高雄人 平級為在阿拉伯斯 S級等級的文明 畢竟硬家人的投石手 也可以針對馬來的這個 超強步兵 速成步兵 那如果馬來這邊打強弩的話 硬家又有這個食物解免 轉出戰毛兵 也可以針對馬來的強弩 那如果馬來打大象的話 硬家又有這個槍隊長 跟級兵 可以做應對 所以馬來這邊有優勢的東西 就只有火炮而已 可能要打出優勢來的話 要轉出大量攻城性 進行反擊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馬來人對硬家的 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好那目前看到 那天空熊是轉出了 兩隻棒棒 開始潛壓了 這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後方這裡有一隻肉麻 卡了一下位 有機會收掉嗎 殘血的好像可以 但這邊圍得很快 這個圍法是viper的那種圍法 這位硬家玩家 確實厲害 003 好多叫喔003 003這位玩家 也是在我們頻道上 常常出現的一個玩家 他分數是2400分 跟天空熊一樣 都是2400 那2400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世界前20強吧 還是前30強之類的 大概是中Label的 非常強大 好那兩邊這邊交換 結果轉出了弓兵之後 把殘血的村民給收掉了 首殺是由天空熊拿下 天空熊這邊現在有村民上的數量壓四 現在是26村對24村 而且 對手是死了一村的關係 TC稍微delay了一下 天空熊這邊村民數少了一點點 欸 但為什麼這邊 硬家人的村民反而是更少呢 這一點就有點奇怪了 這個城鎮中心閒置的是天空熊 但卻是 硬家這邊村民數比較少 這一點有點疑惑 奇怪 天空熊的村民怎麼這麼多 怪怪的喔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硬家這邊是轉出了毛兵 擋住了天空熊的小弓進攻 那馬來人的打法來說呢 他很適合在這個封建時代 屯弓兵 上城堡時代轉奴兵 然後再轉這個大象 也OK 或是直接出騎士前壓也行 那城堡時代打這個劍兵系也是OK的 但我會比較喜歡 打這個他的腕 這個叫什麼 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是步兵跑得很快的步兵單位 但是他的血量攻擊力稍微偏少一點 所以用起來會需要大量生產才OK 但是他跑得很快 要打這些步 這個毛兵啊 就會比較好克制一點 有點像是步兵版的騎士 當然比騎士大概是弱化了一點 但是他只佔0.5個人口 所以馬來人後期 如果真的需要用到騎士的情況 可以轉出這個爪刀勇士 取代騎士 可能會更好一點 畢竟騎士沒有品種跟二級馬卡 用起來防護真的太薄弱了 所以遇到這種毛兵的情況呢 只能用佔毛兵 或是用這個民兵性 去克制對方的毛兵 不然就是要轉這個奴炮啊 或是投石車 會更適合一點 好這邊直接轉兩隻肉馬開始打 這邊這個圍天武熊很細節啊 操作相當的6 好花花的毛兵又再過來 確實硬家有把他的特性給打出來 這個食戶消耗減免非常的多 第三隻肉馬也過來 但是這裡有配一隻槍兵喔 天武熊的弓兵還在囤喔 這就是馬來的比較常冠打法 封禁打弓兵 然後銜接城堡時代轉步兵啊 或是轉這個大象 都很適合 或是初期按幾隻騎士喔 先稍微反制一下對方的戰毛兵 好那硬家這邊應對來說 會比較偏向於打這個工兵喔 不然就是轉老英喔 都是比較常見的硬家打法 那轉垃圾兵的打法也是ok的喔 畢竟他的食物消耗減免非常多 槍矛前置配老頭跟頭史特喔 也是硬家的一個很強烈的戰術 因為槍矛消耗食物很多喔 所以他的黃金呢可以省下來更多 可以出更多的工程器喔 跟這個森綠去進行反制 所以打硬家人喔 也是要特別注意他的森頭戰術喔 會比較危險一點喔 好這邊兩邊交戰 天龍熊我覺得他的避戰避的非常好 這時候天龍熊不應該要跟對方一直打 盡可能的閃掉對方的攻擊力 這邊趕快狗刀到城堡時代喔 才是重點喔 好千萬不要跟對方打太多 工兵的射擊單位喔 一定要先射掉對方的槍兵喔 槍兵射完自己的肉馬 就可以無情輸出喔 好那這邊趕快點城堡時代 點完城堡時代喔 才可以慢慢轉出毛兵喔 甚至不轉毛兵去按肉馬 都是可以考慮的範圍喔 好我要這邊直接偷點掉一些毛兵 天龍熊的工兵數量只剩下六隻 還行喔 兩隻殘血的有活下來就還行 好那這邊升時代 這邊升時代速度很快 直接領先對手一分鐘啊 這就是馬來最強大的地方 提早上去對方一分鐘時代 還可以馬上點下奴兵喔 還有這個其他科技 看一下這邊 喔對方還在家門口堵著 藍天龍熊弓兵有在按 但按的不多 稍微斷金了 因為這邊開始在轉裝甲步兵喔 好馬來人城堡時代打長劍兵路線喔 是比較能克制住我們剛剛說的喔 硬家打老鷹 的這個策略喔 那如果對方打長劍兵的話 硬家就要轉頭十手 還有這個奴兵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頭十手這個單位喔 硬家的可以在城堡時代喔 信心生產 所以天龍熊這邊要特別小心喔 轉長劍兵 遇到對方的頭十手 就會非常難打 好硬家這邊是 還有30秒才升上去 天龍熊按了一隻大象 好點了護衛技術 增加一下跑速 但長劍兵還沒有上 長劍兵需要200肉升級 不是200肉 150肉加65黃金 記桃箱價格有下去喔 200肉好像是以前的 好 那毛相夫這裡往前踏 來頂一下 頂個一下 擴散傷害效果 OK 那馬來的城堡時代出去喔 出個一兩隻毛相夫喔 各位認為是問題不大的 而且是 可以防守對方老鷹的好選項喔 在家裡放幾隻大象喔 騷擾來說會 最少要騷擾的話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這裡專門補下了長劍兵升級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稍微圍繞一下 還有一隻大象在家裡繞 哇 直接頂爆老鷹 好 這邊硬加點下了護衛技術 增加了一下跑速喔 好天火熊長劍兵繼續追 但是硬加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投屍手 投屍手出來 長劍兵就會很難打 但是天火熊這邊是有準備弓兵的喔 這邊就要看喔 天火熊要轉下弓兵 弓兵升級二級色奴兵的話 是可以快速解決掉對方的投屍手 所以克制方面來說 硬加可以克制馬來 馬來也可以克制硬加 兩邊都可以互相克制喔 這邊就是要比圍超的部分 還有這個戰術選擇的問題 邊走方便 兩邊都有 可以自己解決的方法 好 長劍兵過來 好 但看到投屍手 這裡要撤了 但是硬加二級色還沒有點 現在只有一級色 射程稍微短了一些 只有六點射程 好 上方投屍手 不理 先打下方的 但現在大象的話 連這個投屍手 老鷹都可以解決 所以這邊再補一些大象防守 是ok的 好 天火熊有補大象嗎 看一下有沒有補 馬來的馬就在哪裡啊 好 下面看到 喔 在農田這裡 哈哈 我的腦塞在右邊嗎 不太可能吧 補在這個邊邊角角很奇怪 好 果然又補了一隻大象出來 大象就可以進行攻擊這裡了 所以才剛剛說 硬加這邊要小心他的身頭 跟槍矛的前置 但還好硬加沒有這樣打 反正是打一個正常的3TC開農 那槍矛前置的話算是一個半大招的 有點算是偏強軍事的打法 那硬加這邊的打法算是一個正常開局 邊打邊弄 並沒有打得非常強勢 也是打一個正常的老鷹數量開局壓制對手 好 天紅熊先把這個老鷹 逼退之後 大象也往回拉 並沒有想要前壓 先想要把自己家裡的領地給守住 天紅熊最近也是 有在改變自己打法的感覺 隱隱約約覺得天紅熊沒有像以前這麼衝動 會比較沉著冷靜 開始有vipe那種味道 看到台灣也要出一個 世紀帝國之光了嗎 世界冠軍天紅熊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機會 好 硬加這裡補下了二級射跟輪軸技術 投石車 要轉一下嗎 這邊轉一個投石車或弩炮 打這個投石手 會很快速 但現在轉工程七隻招手出來 會浪費200木頭 這樣農田會撒得再更慢一點點 天紅熊決定是要挖一棟城堡出來 先插在家裡防守 好 結果壓工程七隻繞索的 果然是硬加 那硬加老頭的部分 待會可能要往前補 全部往前 這邊用老頭稍微招想一下投石手 好 轉招老鷹 轉投石手 好 招不到 補了一個輕型投石車 老鷹繼續給壓力 好 這裡有一根城堡了 那我覺得這個房子可以delete掉 把城堡蓋在中間這個位置 這邊可以守護到金礦 跟家裡門面的位置 結果是補在下方 看來是想要守在石頭去 還是天空熊有看到這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知道對手要潛壓了 有沒有可能 看一下天空熊知不知道 看得到啊 原來有看到工程七製造所 難怪 他覺得城鎮中心是會被第一攻擊的目標 確實是 但是對方看到下方的城堡 直接把投石車往上拉了 並沒有想要繼續攻擊城鎮中心 上方的城鎮中心也比較遠 所以暫時不會被攻擊 算是一件好事了 好 那馬來如果要打老頭戰爭的話 也不是太大問題 但現在要投資這個救贖思想 475塊黃金 確實是偏多了 這邊轉出大量步兵 或者是轉投石車 也可以稍微考慮 唉唷 被砸死了 好 這邊轉出了爪刀勇士 這也是我喜歡打馬來時候用的單位 直接取代騎士 而且打對方老鷹也不會太弱 造價來說的話 甚至可以稍微克制老鷹 畢竟數量夠多 就可以打贏老鷹 基本上傷害就是7點傷害 跟老鷹是一模一樣的傷害值 但造價來說 是老鷹的一半而已 而且只佔0.5個人口 當然這個食物消耗 可能會多一點就是了 25塊錢 25個肉 好 這裡有1攻 現在是7加1的傷害 以下8滴 先抓掉老頭嗎 但是有一隻大象被招搶掉了 聰明放出來招搶後方的大象 大象趕快回頭反制一下 好 投石手打爪刀勇士實在是太痛 投石手打了一發 預判成功 但是下方有一隊的爪刀勒士又再過來 進行堆擊 拆掉兩台投石車 這一波的硬家有點操作失誤 好 天空熊也把裡面的攻擊手放出來 來解決一下投石手 搞定了 天空熊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前後操作 OK 待會這根城堡可以補這裡 下一根城堡補這個地方 可以守護這個金塊 家裡的門密守住 後方的石頭也可以安心的挖一下 看起來天空熊是可以講那個字了 先不要 怎麼覺得有點不太妙 硬家怎麼升帝王了 省下太多的肉了 偷偷轉帝王 天空熊這邊all in 防守成功 但是對手輕輕鬆鬆的升到帝王時代了 這裡補下了二級農田 哇 這邊老頭可能要沒了 好吧 衝掉 這還要插哨戰嗎 地圖是黑的 看到城堡了喔 還是沒有碰好 再來蓋房子 蓋到這個死角上 好 這邊直接升級帝王時代 但前方的爪道勇士 應該是可以掩護後方的村民 蓋好這根城堡 但爪道勇士是完全打不贏槍隊長跟投石車的 好 掩護好 蓋起來 這個城堡跟我想像中的位置不太一樣 是蓋在了下方喔 天空熊想要先控住野精喔 但家裡正面的位置可能要被蓋保了 這裡就會有點危險了 哇 這裡被壓住 主精就會被控 上方這個黃劍也被控 我覺得鋼寶還是壓這裡會比較好 壓下面只能控個野精而已喔 這個還不是自己的附精 感覺寶下錯位置了 不知道大家如何 個人覺得是有一點 畢竟這個精被控住很難受 好 帝龍時代升上去 但還好馬來升技很快喔 時代的落後 並沒有落後太久 好 升到帝龍時代 板甲技術立刻就給了 現在抓到勇士的防護力呢 是來到了最頂峰喔 1加4 遠防5 近防3 那遇到對方轉槍隊長的情況 馬來只能轉這個強弩喔 會比較好打一點 但打強弩的話 又會硬加鬼轉一波老鷹喔 所以不管怎麼打喔 天空熊這邊轉兵喔 是會比硬加耗費更多的資源 去進行轉兵的 好 天空熊這一波打下去 可能會暴斃 跟城鎮中心 全部都在巨型頭石機的射程範圍內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些城鎮中心 有再補一個 可以 上方這裡也再考慮開一個 至少要維持3TC的 城鎮中心的村民運轉 然後這裡要再補一個魔防 OK 留步 不然待會這裡就沒有地方可以放肉了 好 頭石手 加上 槍隊長直接前壓 轉出來的東西 是爪刀 勇士的 金瑞升級 鬼妙 爪刀升金瑞 要打頭石手跟槍隊長 天空熊他沒有斬強弩 目前看起來是為了要能及時抵擋對手 爪刀是可以高速快速量產起來 而且現在可以吃到三級板甲的紅利 可能是這個原因喔 去升級的爪刀 然後找到三級的話 攻擊會變成8加2 然後這邊升三級弓的 右衣會更大一點 畢竟爪刀造價便宜 攻擊力提倒神上去 破壞力會更強大一些 好 這根寶蓋好 看正面這裡的寶也有人在防守 並不是單純防守而已 家裡外面還是有在進行進攻 面防槍隊長想要上前戳 開始戳起來 爪刀有點偏在後面的位置 補了非常多的爪刀往前 但是槍隊長有義攻射程 後面的槍隊長也可以進行攻擊 這邊分兩隊 左邊一隊進行後面的攻擊 巨型頭石機可能會被戳掉 第一台巨頭被戳掉 後方的爪刀是上前擋 即使後方有城堡傷害好像已經扛不太住 槍隊長的傷害實在太高 第二台巨型頭石機能夠修得回來嗎 血量還有20滴血 哇還是被戳掉了 兩台巨型頭石機戳掉之後 硬家這邊的意圖也算是正式達成 他這邊只要稍微鎖住 只要讓自己城堡存在 槍隊長就可以遠遠不絕地產出 這邊先升級三級攻的是硬家 那天空熊這邊趕快要轉出三級攻的升級 會更好一點 家裡的巨型頭石機趕快反制回去 上方的腹筋被挖得差不多囉 這邊石頭也在挖 這邊開始用了爪刀的優勢 移動速度特別快 這邊看到一大堆村民在發呆 拉了一村去扁 但這邊直接收車沒有想要去抓 原來強隊長就在緊跟在後面而已 緊追在後 那硬家這邊轉出了三級射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投石手出來 去應對這些麻煩的爪刀勇士 或者是要提升這個城鎮中心的傷害 因為這爪刀勇士是遠防偏低的 遠防5 而且血量又少 城鎮中心也可以即時返上 如果三級射的話 這邊爪刀在上前 三級攻還是沒有機會可以點下 家裡的巨型頭石機補到了第二台 後面這一根寶是有機會拿下的 這邊這一根寶 好像守住有點困難 巨型頭石機來到第三台 爪戰勇士再拆掉第二台巨頭 第三台應該沒機會 但拆掉兩台巨頭的戰果已經非常大 但是自己的巨型頭石機也是被拆光了 槍隊長繼續擺出長槍陣 防守自己的巨頭 兩邊都在進行一個猛烈的攻防戰 三攻的部分 這時候該點了吧 八加二 好強點阿 爪刀點三攻差很多的 先補彈道雪嗎 先補二級射 三三三三三三攻 好三攻不點嗎 天空熊 是不是有點忘記了呢 畢竟爪刀數量多喔 加二攻是差很多的 好這邊想要戳掉挖景況村民 上方的巨型頭石機想往前戳嗎 但是有爪刀守著 好決定要把爪刀往後送 這邊直接守屍城堡 用槍隊長阻止村民繼續修理 後方槍隊長直擊後方巨頭 應該可以戳掉兩台沒有問題 好這一波爪刀衝進去 能抓到點東西嗎 哇天空熊這邊打出了 GG 直接被控金控到爆炸 這根堡太關鍵了 這個判斷相當好 天空熊蓋這邊 他馬上上面補了一根 控住兩個金礦 感覺這一場比賽 這個金礦的位置 真的是關鍵了 好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有天空熊 大概輸了大概5000支援 硬家大概 史物20000英而已 但是卻爆出這麼多單位 這就是硬家可怕的地方 黃金蛋視領先了大概4600 黃金生物產出也有2000喔 非常的優渥喔 這個支援 那軍事方面呢 馬來這邊是只有0.66的KD值 這個沒有想到KD方面 還有0.6還算不錯 畢竟爪彎武士是可龍被擊殺的單位喔 能保持在0.5以上喔 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